小时候的街机房,大多数都破破烂烂的 往往是在城市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又或者是在某条小巷子的深处 规模大一点的,放个十几二十台机器 小一点的呢,就只有两三台机 街机房的环境极差,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也不为过 闻着老房子散发出的霉味,还有空气中的汗臭 听着各种嘶吼乱叫,还有从多个机台发出的 数种音乐混合在一起的奇怪旋律 努力地在人堆中挤来挤去 发现一个小玩儿的机台空了,就迅速投币 然后开始尽情地游玩,这便是我们小时候泡街机房的日常了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城里 出现了第一家真正的高级街机房 高级街机房呢,是我爸的叫法 因为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这种新出现的娱乐场所 它没有像那些传统的街机房一样,归缩在巷子的角落里 而是位于当时城市的土干道边上 大概就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还有一块特别炫酷的招牌 一到晚上,霓虹灯闪闪发亮,老远就能够看得见 街机房里面明亮整洁,空间很大 各种极具科技感的框极,错落有致的摆放在巨大的空间里 还有好几名工作人员都穿着统一的制服 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引导大家游玩 毕竟那个时候大型街机房刚刚出现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讲解和引导的话 很多人恐怕一进门就会直接被震撼住,都不敢上去玩的 我第一次和我爸去的时候呢,也是直接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这感觉就像是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一幕一样 光是站在这些框极旁边看别人玩,就已经是令我们乐不思蜀了 跟华丽的框极相匹配的,是这里的消费水平也很高 当年老街机房的游戏币基本上都是一块钱三个 而这个高级街机房里的游戏币是一块钱两个 并且五元起卖,想少买几个都不行,拽得很 于是我爸买了五块钱,也就是十个币 开始寻找合适的机台先玩玩看 早期的大型街机房里有四种机台必不可少 分别是赛车机台,摩托机台,模拟飞行机台,以及光枪机台 我爸拉着我,直奔其中的一个飞机机台 显然他在之前乱逛的时候,就已经看中了这款飞机游戏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玩意叫什么名字 如今当然知道了,这个是世家的模拟直升机 属于早期的尾3D飞行游戏 画面看上去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爸投了一个币下去,可是怎么也无法开始游戏 这个时候身后的服务员叫了起来 这个游戏是两个币玩一次的啊 哇塞,当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游戏币卖的贵也就算了,居然还要两个币才能玩一轮 那如果是两个人双打的话,岂不是一轮就要用掉四个币 随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游戏还不是最夸张的 有一个模拟开赛车的游戏,竟然要三个币才能玩一轮 那么如果我们双打的话,岂不是说手上的十个币连两轮都玩不到 太夸张了吧 不过呢,那天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 坐在这些大型的框体当中 跟在传统阶级房里面玩游戏的感受啊 简直是天差地别 连我爸也受不住这样的诱惑,我爸是一个老宅男 跟我一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因此游戏对他的诱惑自然也是很大的 那个时候呢,他的收入并不高 可还是答应半个月就带我去一趟高级阶级房 原因呢,其实是他自己也很想玩 我爸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每次去就只玩世家直升机这一款游戏 不过呢,再好玩的东西也总有玩腻的一天 大概在一年多之后,阶级房里来了一个全新的机台 魏尔特井 这是一个光枪机台 在当时有着看起来巨牛逼的3D画面 据说魏尔特井还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的3D光枪游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当年看起来那叫一个震撼啊 它里面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 全都是用3D贴图制成的 我爸最喜欢看里面NPC走路 每次都会哈哈大笑 你看这些人走路的样子像不像僵尸啊 太好玩了 那时候的游戏没有动作捕捉技术 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引擎可以用来开发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因此我们笑归笑对于这款魏尔特井还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世佳logo上的SEGS的大字在我心里也是越来越高大 我也不止一次的心想 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在家里玩到魏尔特井这样的游戏 那该有多爽啊 最终在96年我把世佳的土星买回了家 这是世佳在90年代推出的主力家用游戏机 用来取代16位的MD 世佳当时为了把土星推广出去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包括把一大堆的街机大作统统移植到了土星上 像魏尔特井这样有热度又有技术含量的游戏当然首当其冲 我也在第一时间买了一张回来 并且还买了一把光枪 由于土星机能不足的原因 移植版的魏尔特井啊 画面比起街机来说要粗糙了很多 巨大的马赛克捡满了屏幕 读取速度也有点慢 再加上当年家里的电视机只有18寸 玩起来的感受是远远不如街机房那么爽的 不过呢 这个游戏我只在土星上玩了很短的时间 因为很快 它的续作魏尔特井二也被移植了过来 魏尔特井二跟初代比起来 绝对是有着质的飞跃 它同样是有三观可以自由选择 难度由低到高 不过呢 安排更加合理 人物的动作比起初代也要流畅太多 终于看上去不像是一群群的僵尸了 最火爆的要算汽车追逐战 开枪射击轮胎 能让前面的汽车东倒西弯 再继续射击 就有机会把它打翻 我爸超爱玩汽车追逐的这一关 不过呢 它的技术太烂了 一个人打死的太快 一般都是叫我一起玩 他拿光枪 我用手柄 我爸玩游戏的水平啊 那是真的特别差劲 每次跟他打的时候呢 就像是在做护送任务一样 把他一路护送到关底 游戏的第二关当中 还有一个分叉路口 如果选左边这条路的话 会遇到一个突然冒出头来的NPC 他几乎把后面的那个敌人啊 完全挡住了 哦 这个人子绝对跟歹头是一伙的 两个人分明是在打配合嘛 我爸的这句吐槽 至今我还记得 威尔特警二 不仅是我玩的最多的游戏之一 它同时在国内老的电脑玩家心目当中 也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 因为世嘉很早就把它移植到了电脑上 世嘉移植过去的呢 实际上是土星版 内容比街机版更加的丰富 同时呢 画面又比土星版要好很多 只要你的电脑配置足够 就可以上到640x480的高分辨率 不用再面对巨大的马赛克贴图了 随后在2001年的时候啊 天人互动在国内代理发行了它的正版 售价非常便宜 只要35元 实际上呢 威尔特警二的画面放到2001年的时候 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优秀来形容了 但是在那个蛮花年代 很多人家里的电脑配置都不行 像威尔特警这样不吃硬件 又不占硬盘的游戏 反而更容易普及 再加上代理商做的广告宣传 让它成为了当年电脑游戏界的网红 很多人都会在硬盘里面装一个 没事就上去打一会儿爽一爽 2000年之后 国内的街机行业开始全面没落 包括那些高级街机房也一样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网吧代替了 因此世嘉在2003年推出的续作《威尔特警三》 国内是一点名气都没有 我没有在任何杂志上见到过它的介绍 也没有在街机房里面看到过它的身影 这个游戏呢 世嘉当时是用一块叫千群的街机机板开发的 这块机板的介绍我倒是见到过 据说跟Xbox初代的性能完全一样 也就是所谓的互换机板呗 可以几乎不费力气 就能够把游戏移植到Xbox上 省去了很多麻烦 可是奇怪的是 这个游戏的街机版推出之后 世嘉却没有把它移植到任何一台主机上 包括互换的Xbox也没有移植 虽说2003年的时候 光枪游戏已经示威 不可能再取得当年一代和二代那样的销量了 但无论如何呢 肯定还是会有人去买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最终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世嘉就是选择哪都没有移植 而千寻这块机板又迟迟不能被模拟 让威尔特警三成为了传说中的游戏 一直到前几年的时候 事情才有了转机 这个游戏居然可以用Xbox的模拟器玩了 虽然这个叫CXbox的模拟器一点都不完善 至今都是处于初级阶段 能够模拟的游戏数量极其有限 但是它上面居然能够运行街机游戏 威尔特警三 真的很神奇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进入游戏 卧槽 模拟完成度很高 从开场一系列的演出当中 几乎看不到任何贴图错误或者是别的什么错误 之前我一直在想 威尔特警三作为一个街机光枪游戏 就算能够在Xbox上运行 但是怎么样才能实现用手柄玩呢 可是实际打开游戏后才发现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这个版本自带手柄准心 而且不需要投币 直接按下start键就可以开始游戏 可以无限序观 也就是说世嘉当年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内置好了一个家用机模式在里面 可是既然模式都做好了 为什么最终没有在Xbox上推出呢 真的是太奇怪了呀 进入游戏后发现贴图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一开始的下水道里边 水流发着奇怪的光芒 应该是属于贴图错误 在前进到第二关的时候 还有恶性bug 一坨突然升起的黑烟会遮住屏幕 而且久久不散 在此后的五分钟里都得摸黑打人 不过呢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游戏可以流畅运行 也没有遇到过死机之类的情况 能够从头打到尾 这一作新增了一个子弹时间系统 在街机上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脚踏板 用脚踩一下 画面就会变慢 但是会消耗这一条子弹时间槽 消耗完了还得慢慢恢复 这个系统啊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 化蛇添足的感觉 降低了游戏的流畅度 不过呢仔细想想 那个年代正好子弹时间大流行 很多游戏里边都加入了这个系统 所以威尔特警三蹭个热度 好像也正常吧 跟前两作比起来 威尔特警三的画面不再那么的明亮 经常会出现地铁站 地下隧道这种黑乎乎的场景 敌人大多数呢 也都是穿着黑衣服 或者是灰色的衣服 总觉得看不怎么清楚 不过呢 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 没有枪 用手柄玩这一类游戏啊 是无法快速瞄准的 可是这一代的难度 又大幅度上升 很多敌人都是一个照面就开枪 这种情况下 手柄的准心 根本来不及移动到敌人身上 最淡疼的是 游戏里边经常会出现 快速反应的情节 在画面上突然出现好几个准心 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 把它们全部打掉才行 这种快速反应啊 每次我都无法完成 因为没敲啊 游戏里边能看到的只有三关 但其实是有一个隐藏关卡的 也就是第四关 真正的大boss会在第四关里面登场 可是如果想要见到他 就必须在前几关当中 把所有的快速反应都完成才会出现 这尼玛就很烦了呀 我反正用手柄是无法做到的 当然如果你对光枪游戏有兴趣的话 这款威尔特警3呢 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主要是因为它使用起来 一点都不复杂 一个模拟器 外加一个ROM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喜欢老孙的视频 可以顺手点个关注 另外频道空间里面 还有更多不同类型的视频哦